我人生第一次装饰我的耳朵 我的手表 还有这个装饰不过来的耳朵先装饰的 这个是爱马仕第一次为无耳洞人士设计的首饰 怎么样 我是有幸先尝了 万表流行力天书机器 现在我们要看一个爱马仕2024秋冬展 爱马仕这个品牌很有意思 它除了那些精品就不用我介绍了 你们也注意到我们节目里也接触过它的表 所以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看这个秋冬新品 爱马仕为什么要造它自己的万表 咱们进去看一看 福宝 还是你自己看吧 这个其实是爱马仕他们总部一个铁意图案 你仔细看它是两个H 这个也象征了爱马仕当年当初的那两个仙人 他们两个家族的这个结合 大家知道爱马仕是靠什么体价的啊 所以这个应该是它的标志性产品 品质啊这个造型就不用说了 现在就说这个装饰啊 这个装饰呢如果你常去巴黎的话 你会发现呢在巴黎很多的电梯间的门都是这种这种造型的 就推拉的门啊 这是很有巴黎味的一个设计 马术靴 这个小包看得很精致啊 它的特点呢是也是这个马术题材的 这个部分呢是一个整块皮子做的 它可以拆下来 像不像表袋 拆下来以后 可以装一个内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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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马仕呢它通过工匠的手 搜索出这种各样物品 它是想让这些东西成为这个派贷者的真正办理 实用功能性 来自于毫不妥协的这种专业知识啊 比如说马术的这个装备啊 它散发出这种意想不到的轻盈 这个轻盈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在用的时候 你在不经意的时候 能感觉它带来的一些小惊喜 还有一些喜悦 把日常生活当作他们自己的游乐场 每一刻都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体验 对爱马仕来说 时间也是一个对象 没事 别客气 别客气 耳骨骨折没事 不妨碍什么事 现在我感觉好像是客人 对 留下说这个 特别合适 有点合适 有点合适 不是有点是特别 这叫是耳钉还叫什么 耳环 耳夹 耳夹 我人生第一次装饰我的耳朵 我的手表 还这个装饰不过来 耳朵先装饰了 这个是爱马仕第一次为无耳洞人士设计的手势 怎么样 我是有幸先尝了 终于等到说表了 你知道爱马仕造表的话 它完全跟瑞神的理念不同 所以如果你要是考察爱马仕手表 按瑞士标准的话 可能是有点格格不入 不过既然咱们都是长期考察瑞士表 咱们不妨从瑞士表的角度 来考察一下爱马仕的今年的新款 这个新款 我们在介绍日马表展的时候 其实跟大家已经提过了 这个叫爱马仕Cut 它是秋冬的新款 跟我们在日马表展看的 有点不同的地方 其实就主要是 一个是金属材质的变化 比如说玫瑰金 另外你也看到了 就是它的表圈相转 但是它这个造型来说 它还是一种整体式造型 你看 这个从表壳到链带的过渡 还是很自然的 甚至我们上期说到 如何判断一款好表 我们所用的标准 大家想一想 在这里居然都能试用 爱马仕不是诚心的 还是那句话 它是想让它自己的佩戴者 在佩戴的时候 有一种特别美好的体验 甚至有点的玩味 这玩味从哪体现呢 比如说从那个表袋 它是可呼唤的 你可以根据不同的心情 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搭配 来更换自己喜欢的 这些颜色呢 都是爱马仕精心挑选的 一种很有法国味 巴黎情调的这种颜色 我再给你开点东西 走 这是表盒 实际上这是爱马仕的收纳盒 从那外观看呢 你看这些地方 都是气功镶嵌 它用的原料呢 是皮革 它都是多块组成的 但是因为它切割的 比较薄 比较细腻 所以看起来呢 你摸不出它的分界线 好像是一整块皮子 镶起来了 据说呢 爱马仕的有些腕表 用的这个皮革镶嵌呢 也是这些大师们 亲自动手的 咱们打开看看 这个很明显了 这就是装表的格 这里呢 是装这个小件珠宝的 比如说戒指什么 这下面还有一个杂物 这个装杂物的 这个表盒 收纳盒嘛 它的功能性还是要有的 这里有一个锁 这个锁是真的是有用的锁 但是问题是呢 这个锁有存在的意义吗 如果一个人基于这个东西 难道不是连这个一块端 更高效吗 还说回这个表 这个表的造型呢 叫MS Cut 圆中有方 方中有圆 这个表圈是圆的吧 这个表壳是什么形状的呢 你说它是方的吧 你说它圆的吧 都可以 方形是怎么来的呢 它那个Cut又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它表壳的侧面 就能看到 它有一些经过切割的痕迹 这个嘛 对金属加工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工艺 至于说为什么用到这儿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 不管怎么说啊 这款表就给这个 消费的那些包包啊 鞋啊 丝巾的这个消费者 给他们设计的 我相信呢 配上以后 还是能给他们带来不少体验 顺便说一下 这表也是机械机芯 另外这些字体呢 还是爱马仕的习惯 都是它专门设计的字体 这就是爱马仕的外表 它的相赚款是十万出头 如果不相赚款 就是我们日内马表展 接上那款呢 才五万多 你怎么看 欢迎你跟我们留言互动 说说你的看法 今年是福布之年啊 所以看到这些展品 基本上有个印象了 然后呢 这些表呢 实际上就是给这些爱马仕用户设计的 当然了 你也可以用的 刚才我说了 我们用传统的这个瑞士手表的审美 也能得到很好的解释 好的 爱马仕的秋冬新品 爱马仕的新表 就先说到这里 谢谢你 下期见